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我又是澳洲太極社家何慧廉 我今天都看了很多新聞,很多各方面的消息 現在看來整個國際形勢主要是在疫情方面對中共的追責索賠這個問題 看情況全世界受到中共病毒散播 而造成了生命和經濟損失的這些國家都會行動起來 對於中國來說,可以說得中國大陸的前途真的很難預料 中國共產黨當然會一直在垂死掙扎,甚至會開戰動武、戰爭 當然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大災難,會變成一個大災難 看情況呢,西方國家他們採取這種制裁、凍結、撥收財產 中國共產黨的國企、高官、私人、財產等等 利用這個方式將中國共產黨海外的資產、財產、凍結、抹收 來索賠這個方式是可行的 而且中共沒有什麼理由要發動戰爭 當他們一發動戰爭的時候,必然會遭到各國一起的抵制 所以受到中共病毒和害的這些國家一定會全建起上來 全部整合的力量一起對付中國 當然你們大家都可以想像那個結果會怎樣 但是如果中共不敢動手 而海外的財產、資產又被人凍結、抹收了的話呢 中國共產黨必然會對國內的人民加倍的壓迫、壓榨、抹削 將中國人民、中國人在大陸的財產包、私人家庭、公司、生意 全部好像以前這個共產風、人民公社、共產風那時候 全部會收歸各有的 估計這個日子很快就會到來 所以按照我們的歷史教訓經驗 1958年大家可以想像到 一九七幾年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這十幾年裡面 這些中國共產黨將民間的財產、私人的財產 全部都抄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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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家 大家可以想像 所以作為我們逃亡在海外這種受迫害的 有歷史教訓經驗的中國人來說 我們的想法當然當然有一條 你快點走啦 走得快就好世界啦 你快點離開中國 因為可以估計到 只要它海外的財產、資產一被凍結的時候 中共必然將國內人民的財產 全面這樣剝奪 不是它怎麼生虐啊 那些所謂共產黨官是靠識人民的血涯的嘛 靠欺詐、壓詐人民的血涯來生存的嘛 它的官員每個人都坐在那裡的 不是生產、不是勞動 它們根本就沒有動手做事的 是坐在那裡的嘴巴開會吃飯的嘛 它如果是它們的那些資產 它們的海外的財產等等 全部被抹收的話 它當然就會加大對大陸裡面的中國人民的這些勞動成果 加大那個幅度去抹炸、剝削 搞共產風 將那些私人的財產、甚至那隻雞 全部被抹收了 歸為國有公家 所謂公家、國有 實際就是共產黨官 被他們全部接收了、侵吞了 所以這件事 除非你是揭桿起義、鬥爭 但是在目前情況來看是很難的 所以最大最好的機會都是逃走的了 快點帶了你的錢、你的價產 快點離開中國 這個是最上賊 走為上賊 三四六賊、走為上賊 好像現在香港那樣 眼看著的 就快就公私入營 共產主義、共產風 就快到來的了 都是快點走,比較著素一點 這個是我自己幾十年的人生 人生經營、家庭經驗、痛苦的教訓 那些歷史教訓 我想香港人、中國大陸的人 盡快離開 這樣才能夠有個生路的 我今晚想一下 我會著重一點 就是講這件事 至於怎樣走 是很多方面可以走的 中國四面八方都有邊境 北邊、南邊、西邊、東邊 海路有海路、陸路有陸路 想辦法離開 離開中國 這個是上賊 走為上賊 走為上賊 當你出來海外 你的生活 你的住居、住所、工作等等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特別在現在的國際形勢 看下 所有國家受中共病毒 禍害的國家的人 政府 他們都明白 他們一定會收留 收留中國人 當然如果疫情的話 他們採取一段時間的隔離 一段時間的隔離 然後就進入社會 這件事我覺得 中國人應該要想清楚了 香港人應該要想清楚了 所以我又是再三 又是再講 再三講多詞 這個非常非常之重要 非常非常之重要 留得青山人在 明白嗎 總之 總之 共產黨的命運 肯定是惡的了 肯定是非常之顯惡的 但是呢 我們一個善良的一個中國人 沒有值得跟他陪葬 不值得跟共產黨陪葬的 不值得 在一旦發生戰爭的時間 透過說 共產黨人肯定會垂死真誠 這是他們的本性 那些流亡無賴 流亡無賴 但是根本上 一旦真的要發生現代化的戰爭的時候 中國的軍隊 我相信大部分都會散的了 不打自散的了 不會有幾多個兵員 以替共產黨埋命的 所以 對時來說 整個中國 都會 受到很大的 戰爭的 所謂摧殘 和破壞 人比人更加不用說 所以 希望有頭腦的人 都會盡快離開 好了 我今天又是說多幾句 又是這句 我在澳洲俄一年 澳洲太極世家俄一年